如果悟空修炼一千年,能不能超越大神观和拳王呢? 力量大会之后,所有破坏神都关注上了悟空 虽然他向超级神龙许愿复活了所有宇宙 但是他们并不感谢悟空 他们认为自己身为破坏神,命运却被一个凡人拿捏 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于是他们准备消除悟空 比鲁斯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提议 可是他也害怕,悟空在拳王面前再做出别的幺蛾子 思考了许久,比鲁斯提出,他们可以封印悟空 毕竟如果拳王发现悟空的气消失了,可能会生气 地球上有一个精神石光屋 他们可以加强那个石光屋的强度 说悟空就无法正过空间逃出来 这样,一举两得 其他破坏神纷纷同意 于是比鲁斯去找贝基塔,让他来执行之相任务 贝基塔不同意,比鲁斯就威胁他 如果他不照做,就毁灭整个地球 贝基塔无奈 把这件事告诉了除了悟空之外所有人 大家一开始也不同意 他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跟破坏神对抗 贝基塔听了他们的讨论,只说了一句话 如果对抗失败了,他们的家人都会死 这下,所有人都沉默了 贝基塔成功地把悟空骗进了石光屋 在石光屋里,悟空一待就是千年 千年内,悟空体内卡卡罗特的原始人格也被释放出来 他的性格变得残暴 更可怕的是这千年的时间内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就算是破坏神联手加强的石光屋 也无法阻止他了 他发誓他出去之后,要让所有陷害他的人付出代价 出去之后,他刚准备消除贝基塔 比鲁斯和维斯就来了 只是如今的悟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用了一招就打败了比鲁斯 维斯更是为了掩护比鲁斯逃跑 死在悟空手下 而地球也在他们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随后,悟空就去找破坏神复仇 12个破坏神在悟空手下就跟小鸡仔一样 悟空一拳一个小鸡仔 把他们打得七荤八素 破坏神为了对抗悟空和体呈超级破坏神 只是超级破坏神依旧不是悟空的对手 关键时刻,拳王和大神官赶到 拳王劝悟空回头 可是悟空表示,如果要阻止他复仇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无奈拳王对悟空使用了消除 可是一阵白光闪过 悟空却安然无恙 于是,拳王和两个护卫合体呈战斗形态 和大神官一起围攻悟空 悟空嘴角一笑 爆发出自己的最强形态 这是他在石光屋千年的时间内 梦到看到龙神塞拉玛和塞亚人使主亚墨西对战的场景 在他们战斗中 悟空觉醒了远古塞亚人血液 领悟着至强形态 也是这个过程中 他修复了小时候脑袋的撞伤 恢复了塞亚人卡卡罗特的残暴性格 只是悟空跟拳王和大神官的战斗 引发了宇宙动荡 破开了远古四大魔神的封印 大神官和拳王怒视悟空的行为 会给所有多元宇宙带来灾难 然后他们就离开这里回到拳王宫殿 想让悟空和四大魔神互相残杀 悟空本想追击 却对四大魔神拦住去路 悟空一开始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直接上前攻击 他的攻击虽然打中了魔神 可是魔神的伤势不但自动恢复了 还吸走了悟空大部分的能量 悟空难以维持 就这样悟空被他们打败了 昏死了过去 在魔神卡莫瑞准备杀掉悟空的时候 又一个美女魔神走了出来 他告诉魔神卡莫瑞 他看上了凶悟空 他要跟悟空合体双修 卡莫瑞还想反驳 美女魔神一个眼神 就把卡莫瑞吓得不敢吭声了 悟空从昏死中树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美女魔神直接让悟空加入他们恶魔军团 跟他修炼奥都神功 悟空知道如果不答应 自己就要死在这个地方 无奈之下 他同意了 随后魔神苏尼告诉悟空 这里是恶魔宇宙 原来恶魔宇宙的主人最高魔神奇木卡 和全魔宇宙的龙神萨拉玛 都是赵物主的儿子 那个时候一共有36个宇宙 奇木卡和萨拉玛各自掌握了18个 后来魔神奇木卡想要独吞36个宇宙 于是他们双方征战不休 赵物主为了阻止他们的争斗 便在宇宙里设下屏障 两个宇宙相互无法来往 后来魔神奇木卡突袭赵物主 杀掉了他 两个宇宙的屏障就消失了 他还派显斯大魔神攻打萨拉玛宇宙 结果被萨拉玛 拳王和大神官用超级龙珠 封印在宇宙分析中 而萨拉玛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两个宇宙中间设下屏障 他也因此陷入沉睡之中 在讲述完这段历史之后 四大魔神带着悟空去见了魔神奇木卡 得知到悟空的实力和遭遇之后 魔神奇木卡接受了悟空 并准备把他当作对付全王的棋子 在恶魔宇宙中 悟空更是发现了修炼恶魔之力的方法 他相信如果自己把神之力和恶魔之力修炼到底风 把他们融合一体 他将开发出更加强大的形态 到时候他不但可以打败魔神奇木卡 还能统一神魔两界 只是在恶魔宇宙中 悟空遇到了魔神奇木卡的师父 他一眼看出悟空的真实目的 不过他不打算揭穿悟空 而是准备帮助他 因为魔神奇木卡是他成绩的弟子 只不过在魔神奇木卡学会他所有的技能后 就把他抛弃了 所以他想找魔神奇木卡报仇 在他的帮助下 悟空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了 之后 魔神奇木卡就派悟空去杀了全王和大神官 所以不会被平杠阻拦 只是他只有半天的时间 不过魔神奇木卡相信以悟空的实力 半天的时间足够用了 大神官再次见到了悟空 非常惊讶 悟空没有废话 当即准备出手消除他们 关键时刻 悲基塔居然出现在悟空面前 原来在地球爆炸的瞬间 悲基塔利用瞬间移动逃走了 还去了亚德特拉星 利用那里类似精神石光屋的地方 也修炼了上千年 这时他来就是为了打败悟空 虽然悲基塔也掌握了强大的力量 可此时的悟空学习了恶魔之力 实力更加恐怖 不出意外 被基塔占败了 就在悟空准备一举消灭他们的时候 悟空在拳王宇宙的时间到了 回去之后 魔神奇木卡问悟空有没有消灭拳王他们 悟空此时还没有将恶魔之力修炼到底风 他还不是奇木卡的对手 他不想跟奇木卡起冲突 于是他骗魔神奇木卡 拳王他们都已经死了 奇木卡听到以后很开心 他打算争强悟空的力量 之后献祭悟空 打开神魔两界的屏障 于是他让自己的女儿帮助悟空提升实力 谁知道 在相处中 悟空和奇木塔的女儿产生了感情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魔神之女变成了孙悟空的女人 这个晚上 魔神的女儿感觉时间特别漫长 但是又特别快乐 他活了上一年 第一次体验到了女人的快乐 但这一行为却让女魔神非常生气 因为他原本是打算自己和悟空心恋凹凸神功的 可是却被最高魔神的女儿截住仙灯了 奇迹败坏的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最高魔神奇木卡 女魔神本以为魔神奇木卡会生气 没想到最高魔神却说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没想到的是 几个月后 魔神之女居然怀孕了 魔神之女请示他的父亲 想跟悟空结婚 悟空本来是拒绝的 毕竟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 可是他想到他要在魔界生存 还需要依靠魔神之女 于是他也同意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魔神之女的哥哥卡鲁斯突然跳出来 他反对这门婚事 之前卡鲁斯犯了错误 被魔神奇木卡封印了起来 没想到他居然能突破魔神奇木卡的封印 卡鲁斯蔑视着孙悟空 认为这只是他父亲养的一条狗 根本不配跟他妹妹在一起 悟空听到之后彻底怒了 他直接变身自在疾忆第三集 两人打得天昏地暗 一番打斗之后 两人斗了个气骨相当 卡鲁斯没想到一个低级人 也会有这样的实力 于是他也提升了一下气息 随后 两人开始了第二轮的战斗 魔神奇木卡默默地看着他们的战斗 没有去阻止 因为他想看看 孙悟空现在的力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了 如果孙悟空的力量足够强 他就可以开始他的计划献击孙悟空 拖出神魔两界的屏障 随着战斗的升级 卡鲁斯终于开始认真起来 几回合下来 悟空就被打倒在地 不服输的悟空使用了100倍界王拳 再度冲向卡鲁斯 但100倍的界王拳 即便是现在的悟空也难以承受 很快 悟空的身体就支撑不住 再次被卡鲁斯打倒在地 魔神奇木卡看到悟空被打倒 有点生气 这个孙悟空太让他失望了 连自己的儿子都打不过 他已经准备放弃悟空 就在悟空面临死亡之时 魔神之女挡在悟空面前 他曾经发誓 不许任何人欺负悟空 在亲情和爱情面前 他选择了爱情 跟魔神奇木卡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反不成仇 也无动于衷 魔神之女和卡鲁斯的战斗波动 使得悟空苏醒过来 他没想到关键时刻是一个女人救了自己 他开始埋怨自己的无能 随后强大的气息波动从他体内喷流而出 一股强大的神魔之力从孙悟空体内释放出来 卡鲁斯直接被悟空这股气息震到说不出话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悟空直接瞬移到卡鲁斯身边 两人再次展开猛烈的攻击 这次 悟空把卡鲁斯打得节节败退 可是现在的悟空还没有掌握神魔之力 他的身体承受不住再次昏死过去 卡鲁斯准备趁这个时候杀了悟空 突然 魔神奇木卡出现在卡鲁斯面前 他怒刺自己的儿子被封印了这么久 依然如此任性 卡鲁斯对奇木卡的话不屑一顾 他嘲讽奇木卡不也是暗算了爷爷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从他身上学到的 他有什么错 奇木卡听完也不再废话 直接消除了卡鲁斯 再次苏醒的悟空从魔神之女那知道了整件事的经过 他非常吃惊 他没想到如此厉害的卡鲁斯 居然会被奇木卡一招秒了 他现在才知道 之前自己一直小看魔神奇木卡了 而大神观之边 他为了对付悟空和魔神奇木卡 他决定放下自己的面子去找自己的老婆 那么大神观的老婆是谁呢 关注老辈 下期更精彩